江澤民同志治喪委員會發佈第二號公告 下星期二上午10時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江澤民追悼大會 當日全國中國駐外使館和其他駐外機構 都會下半期治哀 停止公共娛樂活動一天 即是不看世界杯 追悼大會默哀時 全國人民要默哀三分鐘 一切有氣敵的地方都鳴哀三分鐘 防空警暴也鳴哀三分鐘 放屁也放三分鐘 追悼大會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軍委名義舉辦 不會舉行儀體告別式 因為我覺得這樣 因為如果你搞遺體告別式的話 很容易會跟英女王比較 又說東升西降 如果你說英女王 他不是只吸引英國國民去悼念 是吧 他是全國人民都走到倫敦去悼念之餘 還吸引了很多其他人 特地飛來倫敦去悼念 排隊都排了兩三天 好像是三天 三四天 差不多 然後又帶了他的副寧救 去到溫沙堡 整個過程 有很多人流淚 有很多人獻花 如果人搞你又搞的時候 你大陸就很尷尬 你明白嗎 尷尬的地方 你說東升西降 原來你現在吹捧到 江主席是什麼 江主席很厲害 就是在習近平口中 又說什麼有戰士 又什麼又成的 但是鄧小平當年他死的時候 都說重簡 是啊 你看到鄧小平的做法 就是說他不搞什麼遺體告別式 只不過就趕快火化 然後把骨灰散去大海 散的過程直播 其實你搞不搞 其實都 都養碎 你不搞 你就示弱 你搞 然後你搞的話 又等於玩火 所以鄧小平當年那個做法 是很聰明的 他不是搞直播 只是直播骨灰散去大海的過程 劉曉波 劉曉波也是這樣 江澤民可以這樣做 江澤民可以的 但是現在你吹得很大 又說習近平讚揚江澤民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政治家 軍事家 外交家 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傑出領導者 第三代領導核心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創立者 江澤民又目光遠待審時度勢 哇 你說這麼厲害 原來你現在做得這麼縮骨 然後又說捐一億給巴西 哇 大哥 這個怎麼過得去呢 跟你這樣去吹捧江澤民 不過這樣 這個時候 如果你認真搞哀悼 是有風險的 你主動搞 那你就掌握他的主導權 但如果你不搞 人家民間搞 你就被人民推住 天安門廣場 就像當年的胡耀邦那樣 昨天我們才說 北京的手足很厲害 他們都懂得搞文宣 我們昨天就說過 十二月一號 咦 這麼巧 十二月一號今天 今天 其實今晚就會有全國的汽車鳴笛運動 這個已經有文宣走出來 不過 這個鳴笛運動 是追蹈在烏魯木齊火災的死難者 當然是響應 彭在舟的呼籲 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風控要自由 不要謊言要尊嚴 如果你說 到今晚七點的時候 其實七點已經過了 現在我們香港時間 也是北京時間的八點 八點鐘 剛才鳴笛那些是不是會被認為 如果那些 黨媒 他們報道了的話 哎呀 說現在同天一哭 北京這麼多市民 走去悼念江澤民 其實他們是悼念的 那些死難者 你知道吧 黨媒是多麼無恥 你知不知道 原來 香港 有200萬人示威那次 有200萬人遊行那次 200萬加1 616 6月16日 2019年6月16日 200萬加1 那天 黨媒就說 200萬人上街撐國安法 拿了一段片來 這樣說也可以 撐送中條 是啊 你這樣被他騎劫 好啦 如果你說真的認真搞的話 那我覺得 其實這些可以 借來悼念新疆死難者 變成白紙革命的另一高峰 你說這件事香港也還有在 我們昨天說完油麻地之後 今天就說科大民主場 科大民主場也有 有這樣的風險在 但是就好像說在日本 你之前看過在日本 有些 昨晚發電章 是不是有大陸人 是不是有大陸人在搞白紙 示威 日本新宿南站 新宿南站 但是他們搞白紙示威的時候 就有香港人在舉 港英期 也有西藏期 結果就發生爭執 發生爭執 是 就好像說 新宿南站 這個 這個我見到好像是 李老師也有報道的 現場的日本記者記錄了 新宿南口 但是就有 光時期 新疆期 還有西藏期 但是舉完這些東西之後 就說 有爭執 你見到好像有 你見到開始有些人在說 目的開始不單純了 怎麼會有這個 甲大師傅呢 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當然有我們一份 用不住你來說 爭取自由權利 並不是為了分裂中國 而是為了更加好的中國 你見到開始人已經說了 要民主自由不是要分裂 你見到 在民主自由爭取的時候 市道分裂的都是傻逼 這個背景就亂到有些搞笑 你見到開始 去 有一些香港的首裝 或者是新疆的朋友 和西藏的朋友 走去 入面去升旗 去扯旗去支持 現在你講Connect 這個就很重要的問題 你現在去Connect的時候 你說在入面有爭執 甚至乎 舉香港 香港光時期的人 就被人打 不是說 不值得去支持 你看到 連登的網友 其實都一面倒 就在那裡說 哎呀 Connect來把人嗎 是不是很矛盾 又說 說這些東西 因為 根據香港的經驗 大家都很清楚 一搞遊行 一搞集會 就什麼鬼人都有了 如果你是想搞大它的話 一定會有的 問題就在這裡 大陸人 對這些期 對光時期 對這個 港英期 對任何 有獨立代表性的 意味的訴求 其實它都是排斥的 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麼 它一定是接受不了 在這一刻裏面 如果你要問 我們經常說Connect Connect的話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我們 支持我們香港人的訴求 你接受不了的話 你還叫什麼香港人去支持 這樣 其實 講一個實際一點的問題 其實我們早兩天都講過 其實包括 還有 顏順歐 那個叫什麼 馮希乾 馮希乾 馮希乾的問題 馮希乾的問題 如果我支持你 或者台灣人支持你的話 你會不會 你有民主之後 反過來會打台獨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就要交個投名座 昨天和前天都有一個 五毛都說 我們爭取民主 爭取自由之後 就回來清洗你們 清洗你們 清算你們 就是清算我們 清算你們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 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 不會比現在更差 因為現在已經在清算 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有民主之後 會不會停止現在的惡化 那個問題 如果你說一個現實的問題 你在日本搞 日本搞這些旗 其實很難避免的 如果你要香港人來支持的話 他不會自己走過來的 我是代表香港人 我一定會扯住這個 光時旗來的 我們在說200萬加1 那一次 我們都看到的 很多保守的天主教團體 又舉著十字架 然後旁邊又很有趣的 平時認知世不兩立的 同志運動 和天主教團體 都可以站在一起 所以我們都習慣了 但問題是大陸人 不知道為什麼永遠都習慣不了 這件事 那個包袱大 還有 我想他們有一件事 最忌諱的 因為現在大陸 就算鄧炳強也會說 因為這是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 裡面有很多外國勢力 顧自然 那你會有些港獨 台獨 他會覺得有些港獨 台獨 僵獨 等於令到他們 被老屈為顏色革命 境外勢力 就坐實了這些老屈 是合理的 現在鄧炳強 或者大陸已經說了定性了 這個境外勢力 這也是 就等於是顏色革命來的 現在有一群人 扯著這些旗 去撐他們 那他拿著這張照片 還不是外國勢力 還不是顏色革命 因為其實他 2019年 反送中已經定性了 定性了一個 叫做顏色革命 港獨 港獨顏色革命 如果有一群人 拿著香港旗 去撐他們的話 就等於坐實了這件事 他現在是揭力去辯護 我不是顏色革命 我只是爭取卑微的訴求 現實的角度來考量 你正正爭取卑微 合理的訴求 才可以爭取到 國內絕大部分的人民的支持 如果你說突然間 你變成一個訴求 就複雜化了 當然我也不會排除 我亦都覺得 一定是他們自己本身 都接受不了 港獨 去到這一刻 我只是為了我自己的權利 去爭取 去到這樣的話 香港人 就站在一旁 是不是 要不就 純粹默默支持 或者吃花生 就算了 我覺得是這樣 我對香港人的 我覺得香港人的要求 不要落井下石 不要說 discourage他們 你說參與不參與 這是很過人的 但是如果這個事例被他看到 你就不要 拿自己的旗幟過去 那就變成一個訴求複雜化 亦都令到運動 在現階段 其實任何人走出來都有風險 如果你想看到運動壯大 一定是 你不可以令到整件事這麼複雜 只能夠說一件事 例如香港人2019年之前 為什麼大家這麼習慣 這些嘉年華式的遊行 或者集會什麼東西訴求都會放進去 原因就是 因為當時的香港政府 相對之下會跟你說道理 但是這個共產黨政府 大家很清楚 共產黨對付群眾 可以做的事是什麼 就是不斷地扣你母子 所以 如果你 像你所說 當你看到 那些光時期 港英期 都走下去 那時候 一來是他們的教育 二來是 他們本身就是 怕回到家 那時候 或者家人會即時有麻煩 所以他們根本就是沒得選擇 要排斥這個光時期 排斥這個港英期 我覺得那個 那個難處在這裏 其實如果你說客觀上來說 我想看著他壯大 我想看著他能搞得起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裏面 你因為這些分歧 而令到中共 可以有委入 然後瓦解的運動 瓦解的運動最簡單就是心戰 就告訴你這個目的不單純 我就拿著這張照片 做大內宣 你在日本搞外國 已經有很多外國勢力 跟著還有講英期 又什麼又什麼 那令到他們說這個腦鬱 就很合理 國內的人 我又代表不了國外的人說話 但是不管 你中共那種大內宣 還喜歡搞在一起 混水摸魚 然後一棍吐下去 有理說不清的時候 那就不要搞了 FY都說了 網上支持就算了 落牆兩邊的心中所想都不同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是的 如果你說這個是他們的主場 如果他們搞這樣的訴求 這個是他們的主場 我覺得可以尊重一下他們 或者可以是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 你說要民主之後 他們怎樣清算香港人 算吧 搞到才算 搞不到 就在這裏撥冷水 我覺得這些 其實是很無謂的 其實是 還有我覺得 坦白說我自己說 我自己看到就不開心 其實如果你說 我覺得你說對 以前大陸人 在2019年 你說創傷又好怎樣都好 你說因為他們 對香港人那種歇斯底利 怎樣仇視香港人 那這些是說話 我們聽過 我們都覺得很傷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有仇恨之後 其實是不是都可以 就是有些思考 有些批判 就是譬如 他們現在都今時今日都是這樣 都接受了教訓 如果你都想他們 真是覺醒的 如果你說不是的 就是我看你走得多久 看你玩得多久 你最後最後 不只是給你一口飽飯吃 你最後就回頭 如果你說 這種是叫做一種 犬魚的螺旋 其實你是散播一種犬魚的思想 等於那些人在說 香港人以前上街的時候 都接受過很多這些冷言冷語 這些冷言冷語 很多都是上一輩的人說 食鹽多於你吃飯 這些事外我看得多 你最後我給你一間屋子住 你香港年輕人給你一間屋子住 你就不出來發聲 你就不出來上街 就是了 最後他怎樣說你 怎樣定性香港人的問題 就是青年上偉蘭 上樓蘭 沒有上升階梯 因為 因為你們對現狀不滿 所以 才出來搞事 其實他等於說 這班就是豬來的 你不夠糟糕就給你多一點 但是滿足不了你那麼多 你說不了那麼多 最後就用國安法 我覺得這個階段來說 如果你真的想去城市的話 我寧願就是你幫不了忙的話 最多你就在網上樂觀其成 事實上幫不了 在連登那裏做多一點報道 關注一下 大家只能夠做 關注一下報道一下 第一 例如我們 你英國 白明漢 在倫敦 好像都有些集會 但是問題是 你叫我們去 山長水淵 不要搞啦 我覺得是很煩的 大佬 我們都有這樣的困難 你留在香港那些 鄧炳強都出聲了 真的沒得搞的 是啊